无毒有我,有我无毒,向毒品塞 基隆市卫生局跟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攜手慈济教师联谊会、基隆地检署、基隆市警局 与法务部、教育部、卫福部等单位 一起举办大型的亲子反毒营队活动 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开幕活动中特别邀请到香巴拉剧方 以青少年的视角演出精彩的反毒冒险故事 将正确的反毒观念传递给每位亲子朋友 来来来,第二包 哇,这是不同口味的,小蓝莓口味的 来来,吃吃看 不要,不要,以后不要了 那没关系,阿姨准备第三包了 这个是我新出的起司口味 要不要让他试试看 No,No,No,No 首先就是直接去试 就是跟他说No,不要,不行 就是直接说不要,没错 再来就是有一劝福就是我们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必须要跟他 劝福他,就是跟他说吸毒是不好的啊 然后不要再吸毒了,要戒毒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自我解释 自我解释的话就是以自己为发 假如有人卖毒给我们的话 我們就說我們就爛 我們就不好 我們就不敢吸毒 這樣子的方式去帶過去 面對毒品的時候 其實不用害怕 就算你會遇到黑白的狀況 但你一定可以克服它 不管是對家人朋友 只要有尋求幫助 你一定就會有辦法可以克服它 所以不要害怕 這個劇團 他們自己本身就是青少年 然後他們有透過舞蹈 透過音樂 然後告訴我們說毒品的危害 然後最重要的 有時候我知道毒品的危害 可是別人找我 叫我一起來試一下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們的好朋友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拒絕 那這個香巴拉劇團 就透過這個表演 舞蹈 唱歌 然後讓我們的朋友 我們這些小朋友 還有他的爸爸媽媽 一起知道 以後有人要邀請我吸毒的時候 然後我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拒絕毒品 所以縣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間的單位 合作起來做這樣的防毒的 防毒的這樣動作是必須的 是必須的 所以大家一起來 那衛生局在暑假的剛開始 就趕快來舉辦這個 反毒的活動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知道 基隆有蠻多隔代教養的一個問題 在暑假期間讓小朋友能夠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專業的一個知識的話 對小朋友來講是有益的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 毒品的危害在我們的下一代 就能夠終止 那希望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持續的在進行 我想現在毒品的患難 從學校進入到整個社會 都已經嚴重的 嚴重的產生這個患難的毒品 我們站在一個地方上 不管是中央下次的地方 大家要全民一起來防治 尤其啊 華為部有建議毒品的患難 結合了我們持續 跟教育部及教育處 相關單位 還有衛生署 相關單位一起合作 我想這個是非常好的 那尤其暑假當中 讓舉辦這個 反毒的先導營 我想非常棒 反毒營隊活動精彩 有教育部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合作開發的袖珍3D反毒特展 還有一系列的親子反毒闖關活動 好 首先獲得兩分 謝謝 遠離毒品活力四社 透過有趣的互動 帶領親子朋友 認識新興毒品的各種樣態 基隆市心理衛生中心 也特別設計 傳出我情 畫出你意 讓親子發揮創意 增加互動的機會 還有警察局少年隊與基隆 如意同計會 一起辦理的防身術課程 讓親子朋友們收穫豐富 然後大家憑著自己的 團隊合作的力量 還有智慧 來完成這五關 那在團體活動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小朋友 除了說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夠小朋友 直接彼此學習團隊的生活 那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有趣 還有很有意義 如果別人問你要不要吃毒品的話 就可以直接離開或者是拒絕 透過多元活動的舉辦與宣傳 基隆市衛生局攜手各單位資源 一起來關心青少年朋友 營造無毒家園 也守護下一代的健康 讓基隆成為溫馨有愛的城市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